香港高等法院18日裁定 特首林鄭月娥動用緊急法 訂立禁蒙面法是違憲 也裁定緊急法不符合基本法 令中共相當難堪 中共人大和港澳辦19日批評稱 是否違反基本法只有人大做決定 其他機構都無權裁判 外界擔心港府可能尋求中共人大釋法 推翻高院的裁定 專家指出 若果真如此 一國兩制將名存實亡 香港高等法院裁定禁蒙面法違憲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19日在記者會被問到 中共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和港澳辦 抨擊法院裁定是否在施壓香港法院 林鄭回答稱 中央的發言是根據判詞回應 她不詮釋或評論 會尊重法庭判決 並表態要上訴 昨天這個結果當然就是說顯示出香港的法制水準還是非常高的 因為這個蒙面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違反了一個言論自由 所以當然就是說被宣告危險 那只是說中國人大今天又發了一個就是說 認為說香港的法院沒有資格去宣告危險 這個是非常令人失望 這個其實也可以顯示出中國的所謂所宣稱的這個一國兩制徹底的破產 香港高院公布裁定後 中共官方隔天19號才由人大法工委突然言辭批評 稱香港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 只能由中共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和決定 其他機關無權裁判 然而這形同剝奪香港法院的違憲審判權 如同中共法院 香港議員郭榮鏗大律師說 如果成真這將是香港司法的末日 而且中共說法違反基本法 梁家傑說一國兩制會被終結 無論從法理的立足點 他沒有看清楚 94段 你自己的大狀沒有這樣說 接著你看到160條基本法 158條第二段 是給了我們自行解釋的 接著香港內部事務 全部的東西不看 總之我不聽聽 嘩 你冒犯性威 我就動你 如果你這樣行事 真的 我想一國兩制都是會玩完的 中共人大對香港基本法 做出五次釋法多次主動 被批評違反基本法 並侵蝕一國兩制 於香港終審法院 十一月初中共四中全會 表態加緊控制香港司法系統 外界遊行 人大可能藉著本案 啟動第六次釋法 前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大律師表示 香港法院對本案的審慎裁定 應受尊重 中共不該用中央機構名義 攻擊法院 這嚴重破壞一國兩制 與香港法治 基本法延續港一時期奠定的 三權分立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委員李柱銘認為 港府不能行使立法機關的立法權 香港高等法院的判決正確 也說明香港法官 仍不受中共當局的影響 人大稱香港高院 卻沒有權利做此判決 非常荒謬 新唐人雅的演示 綜合報導 國光 現在 不是 感谢观看